当之立却现前一念无量光手之行 活出由阿弥陀佛名号 而立却阿弥陀佛名号 活由赤阵现前一念无量光手之行 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 无量光手之行 跟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不十二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手之行 无量光手之行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得把它认识清楚 认清楚你跟他才有非常亲切之感 不愿意离开他一步 这是造年我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教的我们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叫我们幻现 跟阿弥陀佛这个大四的意思完全相同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妄想 不是假实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如果我们从大臣经教里面 想一想佛陀的教会 佛常常教导我们 一切法从心向神 从谁的心向神 自己的心向神 这个六道轮回是心向神 这个摄法界是心向神 阿弥陀佛也是心向神 极乐世界也是心向神 离开心向一切法都不可得 既然一切法都是心向神 弥陀极乐也是心向神 我们现在为什么心不想呢 心想偶尔想起来 常常会间断 这个不好 常常间断 功夫不得了 如果我们发个狠心 绝不让他争断 这个好啊 硬光大使 叫人把十字贴在额头上 常常常想着死 你怎么样 不能不放下了 我叫诸位同修 把阿弥陀佛贴在额头上 念念念都想着阿弥陀佛 你能不往生吗 印章 官方 那个小佛堂 不大 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一半的 我去参观过 只供了一尊阿弥陀佛 一尊像 阿弥陀佛接应一下 我看到一对 拉台 一个沐浴 一个浅 一个香炉 一杯水 其他的 统统没有 干干净净 佛像后面 他老人家写了个大字 死 写个大字 警惕于自己 常常想着死 很能不念佛吗 这个方法好 叫我们对这个世间 不要再有留念 业行业役 专修净土 决定的神 清净彌陀 一身圆满 陈旧佛道